游乐园本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 有些被遗弃之后 却成为了一个诡异之地 本期就来看看五个可怕的废弃游乐园吧 1950年 比利时大批帕克游乐园开业 曾经这里是附近荷兰 比利时法国家庭最喜欢带孩子去游玩的地方 2000年 这里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 从事公园门口落雀 致死公园仍保持荒废时的样子 美国六七澳两主题公园 曾经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流行公园 2005年 一场飓风 卡特里纳带来的灾难 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游乐园 卡特里纳飓风过后 公园变得杂草重生 野生动物都随处出没 游乐设施都堆满了杂物 还有一些微型品 湘尼湖游乐园位于西服 吉尼亚州暗淡单调的山上 传说这里一直被评为地球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 空荡荡的鞦韆看起来太恐怖了 因为游乐设施的操作食物 导致两名儿童丧失了生命 这个公园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目的之上 日本奈良梦幻游乐园是1961年 仿造加州迪士尼主题乐园建造的 由于耗资不多 无法完全仿造迪士尼 导致后面一直无法运营成功 以至于在2006年 奈良飞机游乐园已经像是一个鬼城一样了 目前这里已经被选为全球被遗弃的31个景点之一 日本格列佛王国主题公园 根据格列佛游记创造 在富士山附近的青木园 是日本有名的自杀森林 自从2001年之后 这里除了风雨之外 光顾了只有虫鸟等 公园被关闭的原因众说纷纭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